好,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題 他說,某班的段考 數學不及格,在百分之三十 英文不及格,百分之二十五 兩科都不及格,百分之十五 現在再選一個人 要問你說 如果知道他數學不及格 問你英文不及格的幾率 如果他知道他英文不及格 那數學不及格的幾率 也就是說 B條件下A發生的幾率 跟 A條件下B發生的幾率 這兩個到底會不會相等 或者有沒有什麼關係相加等於E 還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好,那把這個 這叫A好了啦 這叫B好了 那這一個是 已經知道A條件要求B 所以這個是A要放在後面 這個已經發生的 放在後面 好,那所以呢 它的幾率 就可以用 這個 PA分之P A跟B的交集 上面不要忘記是交集 好,那A的幾率 他說 數學不及格的佔百分之三十 那現在你抽出來一個人 你會是不及格的 當然也是跟這個比例一樣 所以就是百分之三十 那A且B兩顆都不及格 兩顆都不及格 兩顆都不及格 佔百分之十五 所以你抽出一個人 他會有兩顆都不及格 就百分之十五 好,所以一百分之一約掉 就等於三十分之十五 那就是二分之 好,那現在反過來 反過來 反過來 B條件下 A發生的幾率 您知道英文不及格 英文不及格的話 其實分母要寫什麼 對,就是英文不及格的幾率 那英文不及格的幾率是多少 大一分之二十五 或是百分之二十五 不用這個 不用寫很長 上下就要寫什麼 那上面是什麼呢 上面也是這兩個的交集 好,所以這兩個交集 這個其實是 剛才已經有了 這是百分之十五 兩顆都不及格 好,那百分比月掉 所以等於二十五分之十五 不是月掉十五分之三 好,那你會發現 這兩個相加不等於一 而且它也沒有相等 但是這兩個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那到底什麼關係 就要看它這個 看這裡啊 看這裡你就知道 它跟它相比 兩個相處的話 這兩個月掉 它其實是等於PB上PA 這兩個相處 它跟它比一 這兩個相處是約掉的 好,那這一個 是在分裏,這在分子 意思就是說 這兩個的比就會是 PBPA 是這個 是這個 我這樣來解嗎 這兩個的 機率 就等於PB 就是PB 好 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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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